童年的我们是否被这样一部神剧刷屏 你要问是哪一部 那就不得不说是《神雕侠侣》 里面金庸老先生刻画的江湖世界 令人向往 小时候的我们也在电视剧之中 学了个一招办事拿去炫耀 但是有一说一 里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今天我们就讲点简单的 郭靖这个老朋友和他的女儿儿子们 说起郭靖的女儿 有两个人我们一定记忆犹新 一个是郭福 一个是郭湘 讲历史故事 误人生智慧 欢迎关注繁华五千年 对郭福的记忆 可能一直停留在 他把杨过的手给砍掉了 让杨过成为了丹陛侠 但是这件事本就是杨过做得不好 郭福在别人那里 听闻杨过悔自己清白声誉 而且自己的妹妹 还被小龙女拿去换药 郭福就去质问杨过 而杨过语言不详 郭福就说小龙女不是清白之身 这下就踩着雷曲了 杨过污蔑郭并且打了她一巴掌 而郭福自己也太过于冲动了 居然用剑把别人手砍下来了 而之后的事情我们都了解 郭福对于断臂这件事 有部分是为了郭湘 但是为何郭福和郭破鲁 最后远离了郭湘 射雕三部曲 作为金庸先生 笔下三本乡串联的武侠小说 其中不仅描写了江湖儿女的恩怨情仇 更是穿插着各种家国大义 无论是抗金 蒙 还是抗援 都表明在武林侠客心中 除了对江湖自由的向往之外 还深藏着家国大义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郭敬黄荣夫妇了 在早期 他们也不过是江湖上 出出茅庐的年轻人罢了 而后几十年过去 除去江湖中的身份之外 他也成了最为典型的民族英雄 在坚守襄阳城的时候 黄荣诞下龙凤胎 为了表示自己的民族大义 这两个孩子 一个名为郭湘 一个名为郭破鲁 黄荣与郭靖夫妻情深 令人奇怪的却是 他们的三个孩子 最后渐行渐远的关系 神雕侠侣郭靖和黄荣 一生跌宕起伏 最终成为抗金英雄 而他们的三个孩子 郭福 郭湘 郭破鲁 却因性格和人生追求不同 最终渐行渐远 郭福重家国 郭湘热爱江湖 郭破鲁肩负民族大义 三人间微妙的关系变化 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下 个人理想与家国命运的纠结 郭福是郭靖与黄荣的长女 胜于射雕英雄传的末尾 成长在桃花岛 他从小就享受着父母和各位师叔的溺爱 养尊处优 个性交韧性 不善动脑 等到黄荣怀孕时 郭靖夫妇带着他来到襄阳 准备迎接龙凤胎的降生 郭福虽是郭湘的姐姐 但两人的年龄差距并不小 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都享受着父母的偏爱 郭福作为黄荣与郭靖的第一个孩子 可谓是被捧在手心里的明珠 黄荣的溺爱 江南七怪的宠爱 以及大小五的追随 使得郭福一直都过着大小节一般的生活 这种幸福的生活 也使得郭福不仅骄纵 还不善于动脑子 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 都凭着自己一时的脾气而来 刚离开桃花岛的郭福 还沉浸在被宠爱的氛围里 并不至天高地厚 来到襄阳后 他才发现父母在江湖上的威名 不过是外界的美化 武林中多是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 郭福吃了不少闭门羹 才明白自己必须长大 不能再做个只会撒娇任性的小女孩了 爹 你看那些人都不把福放在眼里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 郭福撅着嘴抱怨道 傻丫头 爹娘在江湖上名声远扬 不代表着人人都得福低做小 黄荣笑着说 你要学着自己成长 争取让大家都尊重你 而不是依靠你爹娘的名头 郭福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在江湖上站稳脚计 必须靠自己的实力和品行 而不仅仅是家事和血缘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才真正的想要成熟独立起来 不再是个任性的小女孩 桃花岛虽小 却是郭福心中那片纯真的乐土 而襄阳城外则 随处弥漫着腥风血雨的味道 郭福望着城头来来往往忙碌的守军 心中涌起了沉重的负担感 他知道 自己肩负着守护这片土地 守护注射老小的重任 与郭湘和郭破鲁不同 郭福的成长环境是桃花岛这个小家 而不是江湖或襄阳城 他心中对家国的想念远超过江湖恩怨 这也注定他与另外两位兄弟的不同 龙凤胎郭湘和郭破鲁生于襄阳 目睹着父母抗金的过程 性格活泼的郭湘16岁那年 听闻风陵渡的风流传说 自己一个人就冲出家门 开始了江湖生涯 爹娘 而今日要去风陵渡看看 听闻那里英雄辈出 想去瞧瞧 郭湘眨着明亮的大眼睛说 好吧 去吧 看看英雄豪杰也好开开眼界 郭镜笑着柔柔女儿的头发 郭湘很快就与杨过相识 并在众人帮助下 找到了神雕大侠郭镜 他甚至获得了个小东斜的外号 郭湘骨子里流淌着江湖脾性 他渴望自由 不愿被拘束 哪怕郭镜黄荣再宠爱他 他也选择了追随杨过的脚步 漫游江湖 江湖之大 与人无限遐想 我要去看看英雄们的传说是否真实 要去探索这片神奇的江土 郭湘眺望远方 目光灼灼 郭湘对杨过一见钟情 杨过率真豪迈的性格 也深深吸引着他 在郭湘心中 杨过就是他心目中完美的江湖侠士 哪怕杨过已经有了小龙女 郭湘也忘不了那一眼的真情 与活泼好动的郭湘不同 郭破鲁生来就肩负重任 要继承郭靖的一波 抗击蒙古 保家卫国 他没有受到父母太多关注 却要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使命 郭破鲁自小就很稳重内敛 将郭靖的期望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三兄妹性格迥异 生日时的不同待遇 也反映出父母内心的偏爱 郭湘十六岁生日 江湖一时云集 盛况空前 郭靖黄荣甚至亲自为他庆生 而孪生哥哥郭破鲁 却没人注意到 爹娘 弟弟哥哥呢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过生日 郭湘有些不解 今日是仙儿的生日 我们就让仙儿高兴为主吧 你哥哥性子稳重 不喜热闹 我们改日再为他庆生救世了 黄荣这样解释道 郭湘心中隐隐不是滋味 他希望全家能欢欢乐乐一起过生日 他知道父母对他的宠爱 但也不愿意郭破鲁被冷落在一旁 他决定过完这场生日会 一定要好好陪伴郭破鲁 不能让他感到受伤 郭湘收到的生日礼物 是江湖朋友们送的别处心裁的惊喜 他开心的想拿去请大头鬼 他们吃饭 却被郭福劝阻 郭福已经在襄阳生活了几年 明白家国大义 而郭湘还是个对江湖浪漫抱有幻想的小女孩 从这一刻 他们的隔阂就出现了 襄阳保卫战时 郭福和郭湘又表现出迥异的选择 郭福明知武艺不如人 还是勇敢的选择和家人一同守城 而郭湘在被金轮法王擒祸后 第一时间就想着去寻找杨过和父母 完全没有急着回襄阳救援的意思 福尔 你这次就跟着爹娘一块守城吧 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冒险了 郭景担忧的说 爹放心 而就是死 也要跟您一起守护襄阳 郭福坚定的说 郭福重家重国 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郭湘种江湖义气 哪怕家国存亡 也无法收拾他对江湖的眷念 襄阳陷落后 郭福不知所终 郭湘已经踏上了寻找杨过的悠长旅途 杨过必定身陷险境 我必须去找他 家国大事 爹娘自会应对 我现在只想救出杨过 郭湘心念着杨过 转身就向远方跑去 郭湘知道 襄阳危在旦夕 但他信任父母能守护家国 他更担心杨过的安危 好不容易找到真爱 他怎能眼睁睁让杨过遇难 哪怕是背叛了家国 他也要救出杨过 郭破鲁最终选择继承复制 抗击蒙古 光复大宋江山 他是郭靖的化身 亦是大宋苟延残喘的象征 郭靖留给他的是沉重的使命担当 而非江湖浪子的逍遥剑侠 郭福是家国思想的传承者 郭湘是江湖情怀的崇尚者 郭破鲁是民族使命的承担者 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代精神面貌 也许最终他们走散是历史的必然 但曾经他们也是共同经历风雨的骨肉亲人 人各有志 虽然后路不同 却也留下了一段值得敬重的青春岁月 郭湘热爱生命的开朗性格 郭福重情重义的坚韧品质 郭破鲁秉持家国大义的担当精神 都是这些不平凡时代孕育出的璀璨光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